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星星有解KING 华佑继续请来有吴夏 哈啰 大家好 其实之前你有说过 以前是唱人的歌 以前是唱别人的爱情故事 现在要唱自己的 所以说到因为今次要唱自己的 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爱情离我一公尺 对 好像比较接近自己的爱情观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回忆 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就一唱就觉得这不是在唱之前的故事 唱别人好像是讲自己的故事 对 其实之前因为我有喜欢过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我感觉她也喜欢我感觉 但我不懂是不是 但是就没有说 两个人都没有说 在一起 好像真是 曖昧 也不算吧 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会有彼此的关心 然后彼此的我觉得会牵挂 但是 就没有 最后没有说出来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城市 而且 我会到处飞 我觉得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陪伴 关心 或者是给她更多的一些时间 所以 我也没有说 我也不懂该怎么说 最后就 越来越开 就是怎么说 就联系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就没有了 那现在有没有一个 期待爱的女孩 现在还没有遇到 现在还没有遇到 那我是希望能够 下次再遇到的时候 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 一定要大胆一点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胆小 对 其实一直蛮胆小的 其实做过最大胆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写的情书 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情书了 也是仅此一次 那你觉得你自己跟爱情是距离是多远 好远 还是 其实蛮接近的 其实我觉得其实蛮接近的 就是自己不够主动 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如果真的敢的话 对 下次一定要 应该是蛮多女生走 没有了 所以也是希望自己更大胆更放开一点 对 好 OK 我们转一个话题 就是 跟之前哪些年的时候 那个哪些年的感觉是 好像是苦涩跟轻生 这次是 傻瓜探狗 是比较好像是电影感多一点的 哦 对 其实傻瓜探狗 对会有点电影感的一些那种 复古还有 一些复古 一些像电影像小说的那种画面 跟你之前好像那个类型都不同 对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首歌的感觉也是 没唱过的 没唱过这样的类型 那其实歌张东 其实是想要表述的是两个 Tango的 跳Tango的两个人 男生一直把女生 不只是当成舞伴 还是当成喜欢的人 一直在轻她的全心全意去跳舞 那女生可能就 只是把男生当成一个舞伴 她在寻找更好的舞伴 这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很多失落的那种 无奈的感情在歌当中 嗯 好了 我们下一集回来再和胡夏聊一下 究竟她想给什么粉丝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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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